今天上午发生了这一起死亡车祸 事发在台61线西滨公路 北上通宵路段 一名沙石车驾驶 疑似因为弯腰剪达火机分心 没注意到前方工程车直接撞上 造成两名公路总局外包商工程人员 当场失去生命迹象 送医后仍然宣告不治 事故现场满地都是车体残骸 一名工人倒在路旁 已经失去生命真相 救护人员到场赶紧实施 CPR抢救 另一名伤者是工程车驾驶 他满脸是血被抬上担架 已经失去呼吸心跳 立刻被送往医院急救 照射的沙石车车头毁损 车头灯摇摇欲坠 工程车挡风玻璃 整片碎裂成蜘蛛网状 不难看出当时撞击力道之大 还没摆就撞上来了 一停下来LED一直在摆就直接进来了 事发在一号上午九点五十分 台六十一线西斌公路 北上一百二十二K通宵交流道 公路总局外包上工程人员 刚停车准备做路面平稳测量 有两名工人站在车后 准备放安全锥 但后方就有一辆砂石车 及时而来 沙石车阳性驾驶行驶途中 疑似弯腰剪打火机分心 没注意前方车况 直接从工程车后方猛烈撞击 推行了数十公尺 当时工程车后方一名工人 幸运闪避逃归结 但另一名摆放安全锥的理性工人 和工程车驾驶当场没了生命迹象 宋医抢救后人宣告不知 记者 冯老师 玛丽报导